姐姐 又见面了 谁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经常一起看画的好朋友 这是我先生 沈成风 你好 也不早了 心里也该睡了 回去吧 你们俩经常约着一块儿看画 是 对啊 他很专业的 走了 好 三个小的 倩宇 今天我在那个画廊 看到有些画挺好看的 那画是对外卖的吗 嗯 卖的 哦 我也想买几幅 把画拿去送朋友 或者说装饰一下自己办公室 我觉得都挺好的 改天要不然 你去帮我选几幅画回来 帮我买几幅 画这种东西得自己去选 很主观的 别人选你的 未必和你演员呀 什么叫别人选的呀 别人指的是谁呀 别人指的是 除你以外的叫别人 你是谁 你是我沈丞发的老婆 你是独具会演的人 这电话是有自信的 你会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我相信你会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这事我想一想 你这不就是让我挪用资金吗 你这话说的 什么叫挪用资金呢 你的钱给我用 我的钱给你用 你这不就是让我挪用资金吗 夫妻之间财产正常的流动 这算是挪用吗 再者说了 这钱我今后是会还回去的 对不对 这样 这件事 明天你跟康子又联络一下 尽快把这件事情给定下来 拖来拖去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相信他们也想尽早地开始工作了 好吧 想要不 打火机 这样的打火机 年轻的时候我特别爱玩 你看 多好看啊 不过现在不爱玩 因为这样的打火机 一样稍微不小心 就会把自己的手给他了 大家玩 今天有没有时间 我们见一面 找我什么事 坐 你不是说合作吗 我答应了 之前不是不愿意合作吗 怎么突然就改变主意了 就是决定了